好像在Youtube對不對 這個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蔡秀吉 今天要花絲沒有不是 那是之前的影片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秀吉 然後我今天要講就是 AIML的 ORAN的Cloud Native Automation 那我是陽明交大就是讀放射醫學的 然後對 然後我的專長就是ORAN行動通訊技術 跟講看的話還有這個科普還有喜劇 然後就有參與一些這個 ORAN的這個開源社群 然後現在是下一學期要去捷克做 電信的訪問研究這樣對 那基本上就是我們蠻常見的 這一個就是我們在說 AIML來輔助我們這個 ORAN的這個Automation 或是在輔助我們的這個優化的話 就是蠻常見的有三個 第一個就是我們就是就是這個 RAN的Automation 第二個就是 REC的這個User Case Brand 那第三種可能就是那我不知道各位知道 SON ML-basedSON這樣子 那就是我們今天不會去深入探討說什麼 像過去的什麼行動通訊技術的眼鏡啊 那今天如果你想要聽到像剛剛那樣 什麼什麼什麼聯邦式學習 監督式學習 然後什麼 REC的Agent Host的話 什麼透過A1E2介面來優化 像Slicing還是QoE的話 你今天可能不會聽到 你今天會聽到的是就是 這個主要是這個 Closed Loop的這個Automation這樣子 對 那對在這個過去的電信世代嘛 就是PAE PNF 就是Physical的這個物理的網路功能 那這個PNF它的它的優點 它就是它可以專為就是我們的一些 應用程序來進行構建 就是很很客製化啦 可是它們很不靈活 然後接下來就是進去 然後就變成這個VNF了 是沒關係 就是變成VNF 可是就是VNF它其實也還是一個過渡期啦 就是因為各位應該也知道 所以現在就是這樣就是物聯網 萬物聯網或萬物自聯這樣子 然後就出現了這樣NBRT 或是說R17就出現一個叫RECAD的東西嘛 那聯網設備變多了 用途也變多 所以電信業者他就必須要去投資 在它的電信設備上面去擴增 它的網路的這個capacity 然後所以我們電信網路要像這個雲 就是container 還是你說Cloud 這過度就是transition已經開始了 對 那因為對 差不多是這個樣子 然後 Telagenda就是我們要去重新定義我們的RAM 從CloudNative的這個角度來定義 然後接下來就是去講解一下 就是和這個automation有相關的這個interface 然後接下來就是我們下世代的這個雲的這個RAM 它是到底是怎麼來實現 彈壓乘以 對 然後就是 就是相關與這個automation相關的這個interface 就是這個章節它主要我主要會帶各位來了解說 相關的這個組件界面 然後有像是smo 我們很蠻長就是smo它可以用我們第三方的軟體 就是軟體就是這樣 我們這邊是用onap來部署 那我們這組件部分就有smo 就是oCloud和oAM 然後還有o1 o2還有oCloud的這個notification的interface這樣子 那對 那當然我們要去做automation對不對 我們要做automation 一定要收到這一些fcaps的這些通知 這邊主要只是講說 它有一個比較高速的一個介面 跟一個o1介面 比那一個vass的interface 還要更來的高速 然後vasscollector 它會收到cm跟fm的 cm就是config 然後f就是那個force 的這一種通知事件 然後pm就是performance 就是o1傳輸這樣子 那這是一個high level的 這個oRAM的架構 你就是各位可以看到這些 就是network function就是像是 ru、cu、du 它們全部都是被部署在 這個oCloud上面的這樣子 是一個很high level的 所以沒有把細節寫進去 還有rse、rse也部署在o 就是它是network function 那就是 是 有關這個smo的管理介面做簡介 就是o1介面的話就是 smo用於跟network function 或是我們在講說mv 它的fcaps的這個管理 那o2介面基本上就是 就是smo和oCloud 在進行溝通 在進行這個平台資源 或是我們在講說 這種工作負載 wordload的這個基礎管理 只有基礎管理 那今天我說這個rse的 這個o1介面 今天不會講到這樣子 那藍色的就是 我們所謂的這個nfnetwork function 網路元件 對然後 那我會先講解這個o1的這個介面 對就是陳某剛剛就講到就是 他就是做facps 那這個部分呢 基本上就是講說 這個smo它這個界面會透過這個o1 smo它會透過o1介面和這個nfn來進行這個交互作用 那o1介面它就支援了這個nf的這個 proticle對 smo就可以透過這個o1介面 來跟它進行這個config 對不對 然後smo它有支援這個 OpenDaylight的這一個UI 然後就是我們可以 就是 對它進行配置 那它就是用這個rse API 讓我們使用者可以很直觀的去查看這個topicle 還是說 對nf進行config 還有去監控我們nf的效能 效能 就有一種o1的dashboard的一種感覺 那這邊提醒就是 nf在這邊的話 它是稱為這個netconfig server 那個netconfig server就包含說 RIC、OCU、Audio、ORU smo在這邊是netconfig client 這樣 那 這是o1的架構 這樣 然後基本上就是每一個這個msprovider 就是我們在說me 它都支援這個netconfig的界面 然後所以 所以這個 這個msn的consumer smo 它會透過netconfig的界面 對這一個me 進行這一個vax事件的訂閱 vax當然大家還記得就是那個 config跟force fscps 對然後 嗯 差不多 差不多這樣子 剛才前面提過 那 那這邊的話就是基本上顯示 就是說 o1這個vax界面 它支援這次smo的監控端 然後就是 顯示了這個network function如何 透過這個界面 跟smo進行交互作用 那 那 這是上一張圖的另外一個視角 就是vax的agent 它會把來自me的這個fascps的這種通知事件把它撿走 然後vaxcollector 它就會將這個事件 儲存在infraDB裡面 或儲存在 像其他的db 上 這個 cofana的這個會流排 對 那我們可能之後就可以去利用像這種cofana 或其他的這個app 來獲取這種 這個database裡面的這個事件資料 來進行我們的下一步的分析 然後分析後我們 就是 怎麼講 就是進行分析後 我們就可以進行我們的RAM優化的這個automation 或是我們在講的這個close root的這個control 來對這個nfnetwork function進行config 或者是說 對這個ocloud上面的這個network function來進行scaleout這樣 可是我們在對他們就是 我們在實現這個automation之前 我們可能要先制定一些policy 就是 就是 這 我想一下怎麼想 嗯 這個 我們在做 close-loopcontrol 在對這個nf進行config 或是進行all cloud的network function的scaleout之前 可能會需要制定一些優化的policy 還有就是會需要鑽寫 就是鑽寫這種policy的這種hand chart 或者像這種darkcompose 因為如果darkcompose 是因為現在都是cnf跟vnf 所以這種hand chart 所以目前的這一個就是cloud loop的automation 目前的automation 是會像對來說比較繁瑣的這樣子 對 好接下來是這個o2的這個界面 對 那o2界面它就是smo 會負責 他負責與這個oCloud進行溝通的界面 他就執行這個平台資源 然後工作 這個工作流的這個基礎 基礎管理 那就是我剛講的那些network function 都會部署在oCloud上面這樣子 那今年的2月的mwc結束之後啊 那個spec 就是mwc結束之後 就一個新的spec就出來了 然後o2 interface 他就新增了許多 許多這個界面啊 基於這個服務的這個功能型界面 這部分會簡單介紹這些 這個新的這個 o2的這個interface 還有這個o oCloud的這個工作 就是functional block這樣子 那基本上就是 這個o2 interface 他就是會 他可以執行的這些功能 我們就主要分三種啊 第一種就是infrastructure 就是 這個怎麼講 就是 oCloud上面的infrastructure 的管理 還有oCloud上面的抽象資源的管理 還有他DMS他的管理 還有當然 oCloud上面的network function 他的管理 還有還有編排這樣子 對 喔 那我們剛才講說 他主要分成三個 三個類別嘛 那在邏輯上 三個 三個type 那在邏輯上 他基本上分成兩個class 那一個就是 就是 我也想一下 這要怎麼講 你可以把它想成 在在oCloud上面 你可以想成 邏輯上主要分成兩類的意思 就是說 管理 key to key to 不是就管理那個 就是地基 跟管理建築物 跟管理建築物上面的人 就主要分這兩類這樣子 所以o2也就被拆成兩 兩種基於這個 這種服務的這種界面這樣子 對 然後就是 我剛才講說 o2 這個 o cloud 他有兩個功能界面所組成 那 smo可以透過這個 o2的 這個ims 和o2的dms 對oCloud 進行管理這樣 那 對 對 然後在oCloud 這邊的functional block 他也是有兩個功能塊 他就負責這個 管理這個 oCloud 的資源 還有負責管理 用於管理 oCloud資源的軟體 還有透過這個 這個o2 iMS來協調這一個 oCloud的這個 就是我們在講說 Lifecycle management 還有他上面的這個 Network function 這樣子 然後 DMS的話 DMS就是 DMS 是 oCloud提供的一個邏輯服務 用來管理這個 Network function Deploy到這個oCloud上面 然後他管理 使用雲資源 使用這些 這個oCloud上面所有的資源 進行部署的 所有的 NF Network function 還有NF他的 Lifecycle management 然後 oCloud他可以 包含很多個 這個DMS 然後 但他只有一個 那個 IMS這樣子 然後一個DMS 他可以去管理很多個 這個resource pool 然後 在smo的 function block 在做簡介他就是 主要分的三個就是 FOCLM FOCLM 就是管理這個 OCloud他的according 跟他的資產asset 他有多少的 這個資源 對 然後 FOCLM他擁有的 擁有這個 OCloud 資源管理的資訊 然後 IMS他的 服務主要消費者 就是FOCLM 對 然後接下來 是我講NFO NFO 他就負責編排 這個NFS 就是好幾個NFS 使得NFS 他成為這個OCloud中 這個 Network Network function deployment 組成的一部分 然後 NFO 他可以利用這個 OM的function 以便在我們這個 Network function 部署在我們的 OCloud上面之後 他透過 O1界面來 對NF 進行assess 這樣子 然後 NFO的是這個 DMS的主要消費者 然後 OM的function 就是 OM在O2 界面這個 他的這個function 他也是負責這一個 NF NF 他們的這些 NF的FACPS 然後 O O Cloud的OAM 可能是這個 可能是 O2 IMS 有可能是 O2 DMS的其中一個 他會提供一個 就是回調 Corebat的功能 就是可以從這個 O2 IMS O2 DMS 的程序去訂閱 訂閱某個 Network function 或是訂閱就是 O Cloud的東西 然後去來接收這個 FM或 PM的數據 這樣子 那 就是我們的 這個O Cloud 平台的話 他會支援是用 這個Kubernetes 或是這個 OpenStack 就是可能可以是 VN 或OS 或Container 這樣他支援這樣 他支援基礎的這個 VNF 和CNF的 這個編排功能 那 就是 我 我看一下 就是 他 就他支援這個Kubernetes 各位可以看到就是 嗯 就是我把這個 這些HOWER都其實放在這邊 然後其實 其實RU 他是一個很Physical的東西啦 他現在還沒有辦法就是 像我們講說 他不能這個 云源深化 對 然後我對於 O、RU的發展 他目前可能現在就是 會想要用這個 ON架構來進行開發啦 對 就不然 就是 X816的話 就是我們在做 MaximileMod的時候 他的那個效率有點低 對 對 然後就是 O Cloud 他提供這個 部署的 部署的這個 CNF 就是Container Network Function 它的Lifecycle Management 然後 各位可以看到就是 就是 今年6月的這個 Spec 寫出來了 他是說 這個O Cloud 然後他提供就是 他上面的這一些 CNF 這一個 他CNF的服務 還有提供像是 Deployment還有中指 或是Scale 其實你可以看到這些都是 都還是就是 還 有待未來發展 所以就怎麼講 就是其實目前 這個很多的 這個功能還沒有辦法實現 然後 那就是 我剛才講的 就是說現在都是朝向 以這個雲原生來進行發展 所以就是 我等一下就要來介紹一個 這個 就是在 可以更好的去管理我們 這個 O Cloud Infrastructure 的一個Tool 這基於雲原生的這樣子 然後就是像 目前 就我剛才講的 目前的 Close Loop的 Control Automation 他還是採用 命令式的這個機制 就是我們可能還是要 就是一條一條 達克 Compose 去跟他說 他接下來要怎麼去優化 這樣子 用下指令 跟他說 要怎麼優化這樣 對 對 就是剛剛的 就是說 電線轉型 他想要去引入這個雲原生 當然就是 對 可是 就是他想引入雲原生 來的時候做到底 不怕 這樣似乎很美好 可是 我們的問題就是美好 對 那問題到底是什麼呢 其實說 我們在說現在的 這個 Close Loop的Control Automation 它的困境就是說 我剛才講到就是 它的 它是命令式的這個機制 所以我們可能需要先去制定 這個 policy 或者是去制定 它的這個優化的觸發條件 然後就我們剛才看到了 xmo 提供 給這個 all cloud 這些基礎管理 編排功能 都是很基礎的 然後 all cloud 裡面 在對這個 container network function 的 life cycle management 很多倒是 有待未來 去研發的 就是現在都還沒有辦法 去實施 然後 其實現在業界電信 或是什麼 數位轉型 大家想要去轉型 變成CNF 它沒有辦法去善進 就是完全用到 CNF它的優勢 然後NF 因為這個 NF 和這個 這個 這個叫 all cloud infrastructure 它裡面有一個很複雜的 就是這個 life cycle management的一個需求 這樣子 所以就是我們下四代的 這個 Cloud Rain 和Automation 是究竟要怎麼去實現的 這個學習目標 就是告訴你 我們有個工具 叫做Netfill 那就是剛出來的一個東西 然後它是 Intern-based 這個Networking 它可以讓你實施這個 不用人工去觸控 在對你的這個網路 你的這個based edge 就是你的RAM 來進行管理 這樣子 控制管理 那什麼是Netfill 它是一個基於這個 K8S的這個 雲原生的一個平台 它解決這一個 NF的自動化 還有這個 All Cloud Infrastructure Config的一個問題 它支援這個 K8S的這個協調 對 然後它就確保說 這個網路在出現故障 或是 或是 Scaling的Event 或是說這個Distribute Cloud 這個 Change of the Distribute Cloud 的時候 它可以正常運行 然後或 它是利用這個K8S 對 來做為我們 All Cloud 每一個 All Cloud它功能界面 有分三個 我等一下會介紹 它利用K8S來做為 All Cloud每個功能界面的 自動化控制品牌 來就是來簡化整體的這個自動化 就是實現我們剛才講說 IBM 然後對 All Cloud整體的Stake 來進行主動調節這樣 然後對 就剛剛所提起的現在就是要從 VNF可能 轉移到CNF 然後從私有雲 然後轉到公有雲 然後從這個Centralize 很集中的 然後都變到一個 Distribution 這一個Network 然後電線需要轉型 就是 可能還需要人工 還比較麻煩 所以就希望可以去實現這個 可能ZT ZTM 或ZTN 這樣子 然後對 然後解決過去可能就是 代外網路 自動化的局限 這部分的話 我看一下怎麼解釋 好 這是過去啦 過去可能不用看 那個可能是現在的話 現在的話可能有部分 就已經可以 是CNF了 然後我們CNF 當然我們就可以用CNF 它原有的 它原本就有的一些編排功能 來對CNF 來進行 這一個Config 還就是說Management 然後我們還有 因為現在是Transition 所以還需要BIN 然後問題就是 它現在是一個Transition 所以它兩個都有 所以它就是 這樣子 上面的這個 End-to-End 這個Service 的Management 它在協調上面 可能就變得比較複雜 那未來的話可能就是 就是 未來的話就是我們底層架構 也是KBIS KBIS 可以對所有的 這一個 這一個Network Function 來進行Config 或Management 然後它上面 就可能可以接個API 就直接接到 可能是 任何 就是我們在講說 SMO 對 對 這好像有點多 好 這邊主要就是在講 是說 就是 其實 了解 這邊主要是在講說 現在 Kubernetes它增強功能 它還不足以支援 這個Network Function 它的Automation 因為我們Kubernetes 它只有管理基礎的 這個計算 或是這個網路儲存 而我們網路功能它的需求 就是超過了這個標準的Kubernetes 我知道我們現有的這個Kubernetes 小異在嗎 沒有不在 我們現有的這個Kubernetes 它已經可以去支援 像是SR 還有LV 還說這個已經DPDK 可是Network Function 跟 這個Cloud Infrastructure 它中間有一個很 緊密的一個偶合的 一個這個 Lifecycle Management 因為 要怎麼講 就是你今天要去部署 你當然會先把這個 Infrastructure 去佈好嗎 那我剛才講說 它其實分有三個平面 就是我記得是就是 部署平面 管理平面 跟控制平面 那你當然這些東西都已經佈好了 那你就是每一個Network Function 去佈上去的時候 你就要去決定說 我今天是要 就是它會用到哪一個資源 哪一個平面的資源 這些就是很複雜 就是Network Function 和Cloud Infrastructure 它中間有一個很複雜的 Lifecycle Management 的一個偶合在 對 那就我剛才講到了 就是現在 還是一個Transition 所以就是 嗯 現在還有NFBO 那未來可能全部 全部都是Kubernetes的 這樣子 對 然後 其實這個基礎建設基代碼 就是Infrastructure Code 它在很多方面都很顯得很不足的原因 就是因為它是Hemtrap 對不對 就是我們也知道呢 比特幣比特幣 它也是像這個樣子 那意思就是說 你假如 你今天要用一個Hemtrap 來進行Deploy 然後你還有一個Hemtrap 來進行Upgrade 然後你還有一個Hemtrap 來進行這個管理 那你想想你有這麼多的這個RU的話 那當然就有一大堆的這個模板 然後它難以閱讀還有測試 這樣子 所以它就是很複雜這樣子 對 那我這邊就是講到說 我們的Occl它其實有分三個平面 那第一個平面就是管理平面 這樣子 嗯 這個 這邊一個簡單跟各位講一下說 其實就 這個 它是透過這個REST API 它是可以透過REST API來進行傳的 就是O2的DMS IMS這樣子 對 這個簡報之後都會提供給大家 然後 接下來 它分三個平面 第二個就是Control的這個平面 然後 然後 它主要負責就是Worklog 就是工作 工作負載 那工作負載 其實就是Network Function Deployment 它在做的 Network Function Deployment 它就是一個雲原生的一個 雲原生的Network Function 一個Network Function中共享的支援 或是跨其他Network Function 共享支援的一個部署 這聽起來超抽象的 我還找不到一個 就是方法去解釋它 所以它說不定大家可以去 去讀一下那個Spec 看有什麼方式 可以把它科普得更好 這樣子 抱歉 那Control Plan 和這個Manage Plan 它其實是可以合併 或使用 就是可以把它看 看作是同一個平面 這樣子 對 那最後就是 Deploy的這個Pleet 這個平面 它就是用於 我們O Cloud上面的 這個Network Function的部署 這樣子 對 然後Network它主要就是專精於 它就是 你看它把所有的這個 三個平面全部都接上來了 那就是接上來了之後 就是 這個是 Kubernetes的CRD 就是 它可以在這一層 來做這個 來對O Cloud 進行統一的這個自動化配置 這樣不知道各位能不能夠了解 就 以前可能還要分三層 然後就不同的去配置 它現在都可以全部都群原生 然後放在同一個地方 來進行這個 Close loop的這個automation 這樣子 對 我看一下後面這個方面的話 它也就是 我這邊要講的 基本上是 是說 就是說 就是它中間這個automation layer 它其實上面可以直接接API 你可以看到上面 它就可以直接接 end-to-end的 serviced orchestrator 就是可以直接接 smo 或是onap 就是memo 還是說onap 這樣子 然後它也可以去管理 很多個 就是不同的 我們在說distribution cloud 這樣子 對 那我們剛才不是提到說 那個 那個 O Cloud 在對它上面的CNF 在進行 這個life cycle management的時候 它有很多的功能 都是現在還沒有辦法實現的嗎 像是它的 像diagnosis 還是說它的這個健康檢查 它現在都沒有辦法實現 可是它如果是CNF的話 它如果是container的話 我們就可以藉由這個 這個 這個 當然API 穿到Pro米修斯 然後做Pro米修斯 就可以直接 上去smo 就是我們就 就是我們可以去解決 這個 Network function 它 健康或是診斷的問題 就就可以解決了 就是 這方面 對 那這邊基本上就是 就是Netfil 我們這個community 在做的事情 我們有分三個 sig 就是一個 最大的通用就是 Network architecture 然後 就是這邊 我簡報會提供給各位 然後我們現在 其實就是在做的就是 這個科普 對 前天已經有出第一支科普影片出來了 這樣子 對 然後 基本上 就是 對 這個樣子 然後 我只想跟各位講說 就是 現在有個Y1介面 對不對 它就是支援那個 NF 就是Network export function 所以 就大家有多少功能 就是要給它 explore出來 不要套光養位 這樣別人都不知道你有多厲害 就這樣 謝謝各位 我必須說這個專案其實 超級新 就是 目前其實還不就是 我們還是要看說 這要怎麼講 這要怎麼講 我們use case它到底需求是什麼 然後再去知道說 我們到底要去抓什麼樣的指標 就是 我沒有辦法自己去選擇 我們就是 我們沒有辦法自己去寫hand chart 就是 我們還是要看說 可能像是vendor的需求 我們才可以再來寫我們的hand chart 這樣 對 我不是 是 O cloud 不是 不是 就是 各位剛才那樣看 就是說 O cloud它還是在 然後現在是O cloud上面 它已經多了 這個Netfield 的一個layer 那Netfield layer 它上面 就可能可以接普羅米修斯 然後再接到我們的SMO 這樣子 差不多這樣子 還是要問放射醫學的 沒有 有任何想要詢問的嗎 是 對 我在上面 對 就是SMO跟O cloud O cloud 對不起 SMO的這樣 closed loop的這樣子 控制 對 和O cloud 對 O cloud的實體 其實 但我們實驗室有 對 是 就是 嗯 就是可能想不太好學生 就是 二生三 所以就 見諒 對不起 對不起 對啊 有問題嗎 沒有嗎 沒有關係